气象看待 陪您聊天气 大家好 我是宁宁君 明天上半日提醒您天气开始转变了 东北季风增强 可以看到云层集中在北部地区还有东部地区 温度会逐步的下滑 明天清晨北部和东北部低温20 21度 高温也只有23 24度 明天出门最好多戴一件外套 降雨方面东半部地区还有桃园以北 以及恒春半岛和马祖有短暂雨 东部还可能会有大雨 明天很明显的是吹东北风 从台南以北的沿海空旷地区 以及恒春半岛还有外岛的澎湖 近门马祖 兰与绿岛有8到9级的强阵风 要注意的是中南部在东北季风的下风处 污染物容易累积 明天取连续三天从台中一直到屏东 空品都是橘色提醒对敏感族群不健康 至于昨天提到的热带性低气压 在昨天晚上8点增强为轻度台风三猫 目前是在台北东方4500多公里的海边上 往北移动不会影响台湾 而接下来的温度预测 绿色曲线也就是中南部 高温还是可能会超过30度 至于橘色是花冬 红色代表北部都是比较凉的 尤其北部地区这两天就是明后天是比较凉的 要到周三才会回暖 至于降雨方面 明后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东部尤其是宜兰还有花莲这些地区 可能会有大雨 到周三之后才会降雨趋缓 再从这张图来看会更清楚 北部和东部周三前都会下雨 20到28度 周四周五号天气21到28度 而中南部多云稻晴 低温可能20度 高温31度 日夜温差大 至于外岛部分 周二周三多云 其他多云稻晴17到25度 生活follow me一起掌握天气重点 东北季风今天增强 阴风面的北部和东北部转为失凉 另外东台湾还有恒陈半岛 明天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 台南以北和外岛可能有九级的抢阵风 特别提醒您的是 中南部的空瓶连续三天都是不太好的 橘色提醒 敏感族群最好前少外出 接着来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